弟兄姐妹 祝您平安 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 我也真的辛苦了黄敬姐妹 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七章 一到四十节 千万不要怪罪我 因为是主任牧师安排的 你要怪就怪他 整章经文要讲 好了 我们开始讲到之前 我们就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说有一个丈夫 她为她的妻子泡了一杯咖啡 妻子一喝说 嗯 太苦了 然后丈夫就听到之后 就马上拿了两块翻糖加进去 然后妻子还是说 太苦了 丈夫看着看翻糖 这糖怎么没甜味呢 然后她就语重心长地说 嗯 这两块糖八成四结了婚了 八成四结了婚了 这话听起来很有意思 原来甜甜蜜蜜的方糖 因为结婚都可以变成不甜 我想这就是很多人 对婚姻的一种看法 正所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是一个近年非常流行的看法 我们在很多小说里面 在很多电影里面 在很多电视剧里面 也经常听到这句话 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同感深受 你们不用举手 你们举了手之后 我怕你今晚上有麻烦 说真的 我好像 我似乎 我也经常听过师母说 你变了 什么东西变了呢 头发少了 头发白了 我想她说的是 我不知道她说什么变了 但是我想 我们的婚姻真的变味道了 就像刚才所说的两块方糖一样 我们的婚姻变得好像越来越没味道 我们的婚姻变得越来越淡然无味 我们的婚姻变得越来越不甜甜蜜蜜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好好地思想一下 我们的婚姻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听说是很多牧师都避开 不讲的一段经文 一张经文 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听牧师 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讲到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道理 现在对现代的人讲 可能真是不大喜欢听 这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肝硬了 所以我们就很不喜欢听这种话 哥林多前书第 刚才方糖没有看到 这个太古方糖 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它是很有特色的一章经文 第一它是一篇长篇大论地去讲 婚姻的一章经文 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 它是最长的一章经文 是讲婚姻的 哥林多前书也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是一个分水岭 第七章之前是保罗在回应一些 从有人告诉他的一些 关于哥林多的教会的事情 他写信告诉 去劝导这个哥林多教会 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之后 就变成是保罗是特别回应 他收到哥林多教会寄来的信 根据信的内容提出的问题 他一一地去回答他们 这里面就开始讲了第七章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婚姻 然后以后是八到十一章 是讲这个寄过偶像的食物 吃不能吃的问题 然后又十一章到十四章 是讲公开敬拜的 崇拜的事情 然后十五章又讲到复活 十六章讲到捐款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从第七章开始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个字出现 就是论道 论道什么 就论道就是意思去说 关于什么事情 关于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个七章第一节 七章第二十五节 八章第一节 十二章一节 十六章一节 十六章十二节 我们都看到同样的字 就是关于什么 关于什么 关于什么 很明显就是回应来信所提的问题 然后哥林多前述第七章 也我们看到一个特色就是 他没有用旧约圣经的经文 来支持他的论点 在新约圣经里面经常看到 经上所说 经上所说 也就是说 作者他们是引用旧约圣经 来支持他自己的论点 但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 是没有的 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也看到一个特色就是 很多都是保罗自己的意见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保罗说 我说这话 我丰富他们 我对其余的人说 据我看来 按我的意见 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保罗个人的意见 虽然哥林多前书 他很少引用旧约圣经 他是保罗自己的意见 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 权威性是不容忽否定的 因为正如保罗在七章的第四十节说 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也就是说 虽然他是自己的意见 但说他的意见 都是圣灵感动之后所说的意见 然后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他就是当当针对当时的教会 其实保罗说 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 七章第十七节 也就是说这个教导是 针对所有教会 也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众所周知 哥林多城是一个 各族人民混杂在一起 是一个经济繁荣 是一个道德败坏 是一个思想文化非常活跃的大都会 因此 哥林多教会里面 也充斥着很多一些错误的 一些关于婚姻的一些思想 有人觉得正常的夫妻生活 是不圣洁的 有人觉得应该提倡禁欲的主义 有人觉得独生是比较属灵的 有人觉得为了信仰的纯正 信主的女人或信主的丈夫 他们应该要离开 为信主的丈夫或者为信主的妻子 面对这些问题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教导了我们大家 要在婚姻上 婚姻关系上保守圣洁 全章经文我们大致上讲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一到十六节就是守婚姻好 十七到十节是守身份好 二十五节到四十节守独生好 也简单来讲就是三个好字 感觉保罗好像想教导我们大家 要做一个三好学生 婚姻 保罗不大赞成男不敬女道好这一观点 保罗认为婚姻是神的美意 所以他在第二节中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到 但是英文圣经里面 在其他文圣经里面看到是 这里都是用单数的 也就是说保罗是主张是一妻一夫制的 另外 同时他保罗也鼓励 婚姻最好是建立在同一信仰上面 比如他对寡妇再婚的意见 他就说他 他说到说只要嫁在这族里的人 保罗对婚姻的原则其实很简单 他觉得夫妻之道最主要是两点 第一就是合宜相待 第二就是不彼此亏父 保罗认为婚姻是一个非常好的 抵御撒旦诱惑的一个工具 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两样东西 第五节里他说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 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他第九节又说 倘若自己静止不住就可以嫁娶 与其欲火攻心 倒不如嫁娶为妙 除了讲这个结婚之外 保罗也提到了离婚 他直接用 保罗是不大赞成离婚的 保罗直接用了耶稣的教导 来劝格林多教会的信徒 不要离婚 他说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就算两夫妻因为信仰不同 保罗也强烈认为 丈夫不可离弃妻子 妻子不可离弃丈夫 保罗认为已经结婚的信徒 不能改变 如果不能改变不信的配偶的 就是说保罗认为已经结婚的信徒 不能放弃改变不信配偶的机会 保罗说 你这做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做丈夫的 怎么不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所以这里提到保罗认为 如果信仰不同 你们可以结婚 你们要有信心 你们可以用你的言行举止 你们的爱 你们的祷告 来改变你们的另外一半人的信仰 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讲我们所熟悉的神学家奥古斯丁 他的妈妈 他爸爸两个信仰就不一样 奥古斯丁的妈妈 就是不断地用眼泪的祷告 来改变他的丈夫 跟他的儿子的信仰 但是保罗也提到 如果不同的信仰的婚姻 真的不能维持下去的话 也不要勉强 中国人所说的就是 勉强没有幸福 然后福建人说 什么 强抓的母鸡是生不了蛋的 所以他们觉得 保罗认为他就是 如果婚姻真的维持不下去 保罗不反对离婚 但一定要有个好的见证 所以他在第十五节讲到说 神召我们 原是要我们和睦 讲完这个离婚跟结婚之后 保罗就讲到我们的身份 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学习在各种身份和环境下 侍奉神 见证神 而不是追求改变地上 暂时的身份和环境 保罗一而再 再而三地强调了 守身份的必要性 他用三段经文说 十七节说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 和神所遭个人的而行 然后二十节说 个人门遭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人要守住这个身份 你们个人门遭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身份 最后保罗也讲到独身这个问题 当时在更多教会里面 非常流行独身主义 虽然保罗认为独身 他有很多的好处 他说 没有娶妻的是为了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事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很明显 如果结了婚之后 成家立世之后 有家庭之后 可能在侍奉上面 比较有点困难 因为家庭的负担多了 所以很难侍奉 所以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 它就成为了现在的基督教会 跟天主教会的一个 风水岭的一个段经文 在天主教里面 他认为这段经文所说的 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 结了婚之后 你就会太多牵挂 你就不能专心侍奉神 但是在我们新教 在我们基督教里面 我们不是这样认为 因此保罗他不反对独生 他好像对那些寡妇 如果想再嫁的话 他说落长守节更有福气 就觉得如果使了丈夫过世之后 那些寡妇 如果他能够不嫁守节的话 那他会蒙受更大的福气 但无论如何 保罗认为结婚或是独生 都是神的恩赐 他们是没有高低 或者是没有属灵或不属灵的分别 所以保罗说 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他又说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 不叫他出嫁更是好 很明显 保罗他把独生或者结婚 这个主动权交给了上帝 交给了神 他觉得这个都是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一种恩赐 细心阅读这个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会发现 守身份好 就是刚才讲的 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这段经文挺奇怪的 他好像和前面 一到十六节守婚姻好 和后面二十五到四十节 守独生好 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好像一个都是讲婚姻 突然间中间讲了一个守身份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保罗的一个 非常奇妙的安排 很多人都讲 这是一种三文字的安排 也就是说 《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在结构上面是ABA 就是这样的结构 严格来说 守身份这段经文 可能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 的最重要的经文 保罗认为 《哥林多教会》之所以出现一些 不正当的夫妻关系 或者很荒谬的禁欲主义 还是有些人提倡的独生主义 其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保罗认为基督徒的身份 是非常尊贵的 所以他说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叫人做人的奴仆 保罗不断强调守身份的好 其实并不是要基督徒 消极接受现状 不努力改善自己 而是提醒蒙召者 在现有的身份上面 学习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信徒最重要的不是 改变自己的身份 而是保守自己在神面前 因为只要在神面前 什么身份都可以侍奉神 很明显 保罗把婚姻也看成是一种侍奋 他认为夫妻之间 如果大家都遵守身份 去默默地为神工作 这是一个最好的侍奋 所以很多人讲 侍奋要从家里开始 不要以为我们天天在教会里侍奋 就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 我们的侍奋应该从家里开始 让我们让人看到 从我们家里让人看到 神的荣耀在我们家里的彰显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是一句非常大家熟悉的对白 说真的 今天的婚姻 已经不大给人家看到 有未来的 很多人认为 现代人真的不适合结婚 这里有一个有关 世界上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的离婚率 葡萄牙百分之九十四 一百个人结婚有九十四个离婚 我看他们以后就不用结婚了 然后俄罗斯七十三 法国五十一 瑞典五十 韩国四十六 我们大家经常看浪漫的韩剧 里面有这么多美丽的爱情 原来他们的离婚率也高达四十六个percent 美国四十五 澳大利亚还不错 四十三percent 英国四十一 德国三十八 日本三十五 越南七个percent 你知道大家去年的中国的离婚率多少 四十三点五三percent 差不多是民政厨那里 一对夫妻进去办结婚登记 有一对夫妻去楼上或者楼下 办离婚登记 这真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据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面对如此大的婚姻问题 细心想一下 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属于神的 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尊贵无比的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的婚姻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尊重婚姻中彼此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努力维护婚姻 我们忘记了要放下自己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也忘记了婚姻是有盼望的 有人说现代婚姻为什么如此脆弱 原因很多个 这个作者说原因只有两个 第一就是结婚前太草率 第二就是结婚后太计较 大家细心想一下 我觉得结婚后太计较这个原因 挺有意思的 我们很多时候两夫妻都会斤斤计较 我们会计较我们的投入 我们会计较我们的付出 我们会计较我们的回报 比如讲我们会整天埋怨 哎呀 怎么家务都是我做 你看衣服我洗的 地室我吸的 厕所我洗的 什么什么都是我做的 我的工资又不知道去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计较 计较其实就是撒旦魔鬼 破坏我们婚姻的一件工具 计较让我们怀疑婚姻的正确性 计较让我们错过了很多婚姻的可爱性 计较让我们夫妻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矛盾 最近有一位弟兄 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视频说有位记者 在街上采访一些丈夫 记者问他们 你最喜欢跟谁过周末 答案有两个 A 跟你太太 B 记者还没讲完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丈夫们都满强的 我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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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不知道什么东西 B可能叫你就做苦力呢 但他宁愿做苦力 也不选择跟太太一起过周末 这肯定是一个搞笑的视频 但是我们想想也值得我们警惕 今天我们好像都把我们身边的伴侣 担成是一个半君如半府的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郑板桥说过一句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难得糊涂 我想在婚姻上面 我们也要学习难得糊涂 我们真的不要 每一样事情上面 斤斤计较 每一样事情 唠唠叨叨 每一样事情上面 不饶不放 美国的一位名人 美国的富兰克林 这是一位政治家 科学家 哲学家 他说过 他说结婚前眼睛要真圆 结婚后眼睛要半真 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有意思 就结婚前之前 你要眼睛大大的去选择一个好的伴侣 但结婚之后 你就不要斤斤计较 你就难得糊涂 什么事情不要去计较 这样的婚姻 他说才是最好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它是美好的 就像刚才第一经课里面 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 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婚姻就是神要我们夫妻 共同为他工作 共同去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在第一经课里面 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的第一段婚姻 亚当就对夏娃说了一句话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 我们夫妻间已经多少年 没说这样肉麻的话 试一试想 你跟你的先生或跟着你太太说 先生应该太太说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是一句多么浪漫的话 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 也有很多的无奈 只要我们牢记自己的身份 那一切都会无所谓的 不要斤斤计较 有人说夫妻之间过日子 就像一双筷子 为什么像一双筷子 第一是水也离不开水 你用一只筷子吃饭的吗 不可能 所以水也离不开水 第二原因是夫妻之间像筷子 过日子像筷子 就是因为甜酸苦辣 大家一起去尝 马克思 大家非常熟悉 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电力者 资本论的 写资本论的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要想美好的度过一生 就只有两个人结合 因为半个球是无法滚动的 所以每个成年人的重要任务 就是要找到和自己相配的一半 真想不到一个精通政治 经济的哲学家 他也如此精通婚姻之道 也希望我们大家 也像马克思一样 去找一个能够一起滚动的 一个另外一半的球 然后结论 莫文卫有一首歌叫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你们好像不大喜欢听流行歌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里面 我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 他说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我有个我们 这是一句非常感恩的话 我们在那么多人里面 上帝为我们安排了婚姻 上帝为我们安排了我们的伴侣 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一切 婚姻是一个挑战 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只要我们好好地守住自己的身份 那我们的婚姻是充满盼望的 愿神让我们的和我们的伴侣 有更多共同的看见 更多的感动 更多的激动 更多的冲动 更多的互动 就像安东尼圣爱尔伯瑞所说的一样 爱不是含情默默 拭目相对 而是双双定睛在同一个方向 我们的婚姻 只要我们的婚姻有同样的看见 同样的方向 同样的目标 那我们的婚姻就会走得越走越好 最后我想用日本的一位名人 叫圣道和夫的一句名言 结束今天的正道 圣道和夫是两家四家 世界五百强的CEO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他说 渔夫出海前 并不知道渔在哪里 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出发 因为他们相信 自己一定会满载而归 人生很多的时候 都是因为选择才有了机会 相信才有了可能 我相信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 我们要出发 我们要相信 那我们的婚姻就会满载而归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天父 感谢你为我们赐下了婚姻 但由于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无知 我们的软弱 我们没有珍惜你所赐下的婚姻 我们恳求你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去爱我们的另一半 求圣灵干强转当我们 让我们谨守我们的身份 在婚姻这件神圣的事工上 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愿我们的婚姻 永远像方唐那样 甜甜蜜蜜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